在大片碎石瓦裏中 翻翻找找 深夜裡唯一光源 只有微弱的手電筒 民眾合力抬出一句句遺體 這一夜註定難言 抱著冰冷的至親放聲大哭 憾事不斷在這塊飛地上演 以色列軍方六號指出 已對加薩走廊中部 紐瑟拉特一所聯合國學校 發動空襲 對外原因始終如一 這裡藏有哈馬斯據點 這起空襲造成多人罹難 掀起國際社會譴責盛浪 以色列官方六號在X平台發文回應 表示以色列空軍的行動 完全是精準打擊 同時指出在空襲前 已經採取措施 避免殺害無辜 但在民眾眼裡 事實可不是如此 以色列將炮火瞄準加薩 另一邊極力對抗 黎巴嫩真主導 如今以色列北部邊境 也是關鍵戰場 飛彈飛過頭頂 已成為加薩民眾的日常 百姓為罹難者流下的眼淚 如同尾巴佔局 覆水難收 近新聞王家政 李宗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